医师助理前脚刚送走病患 没想到一个转身 他突然悲悯埋伏在门口的男子 持美工刀从背后攻击 男子猛挥三刀 把医师助理砍得瞬间白袍染红 地面也全是鲜血 目击的病患吓坏了 拿手机录影帮忙搜证 没想到被嫌犯大吼 而诊所医师则赶紧拿出诊疗椅 挡在门口阻挡嫌犯进入 事发在台中中区一间耳鼻喉科诊所 遭砍的医师助理五十八岁 他大半张脸裂开还在医院治疗 而嫌犯疑似市民皆有 六天前嫌犯曾躺在诊所门口 医师助理好烟相劝给他水喝 请他离开到别处休息 没想到疑似因此让嫌犯不满 事后砍人 社会局清查嫌犯并非列策街友 但对诊所来说仍是勾起一段痛苦回忆 因为九年前他们这里曾遭其他街友纵火 闹出人命 当时大火从骑楼窜出向上延烧 医师的叔叔和盛盛 共三人葬身祸窟 家破人亡 医师感慨 这两次劫难 凶险就像不定时炸弹 恐怖攻击 说来就来 记者徐文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道